哈喽大家好我是火星小焦 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小乡工的一个短外套 大家一直推我出的一些短的秋装外套 然后这是刚到货的 还有一套这个卫衣 这款是套装的卫衣 然后卫衣加上半身裙 这个套装 这是花了140多块钱买的 这款外套呢是花了200多块钱买的 现在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款外套呢是一个小乡工的一个外套 比较适合秋天的季节来穿的 它是一个短款的 非常的好搭配 它这个配色我真的非常喜欢 大家可以去近点看一下 它这个细节呢是非常的有质感的 它里面是拼接了一个金色的线 食物是带点那种闪闪的感觉 非常有质感 视频里面是看不出来的 整体的感觉呢就是挺高档的 它领子呢是一个小邦领设计 扣子呢是个单摆扣 扣子非常有质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个金属扣子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收到手 它手感的摸上去也不错 质感很值这个价格 后面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高档的感觉 等一下穿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 看一下这是衛衣上衣非常简单 前面是一个字母印花的 它摸上去手感还不错的 100多块钱买的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还有一个裙子 这是一个长裙 卫衣裙色的 后面呢是带一个开叉的 裙子它是个松紧腰的 然后细节做工大家看一下 做工也还不错 前面带个小抽水设计 这是裙子 卫衣的话呢就比较简单的 这是个灰色 我买的这个是S码最小号的 现在呢我们把这两件衣服 身上升 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好 我已经穿上身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衣衣套装 这款衣衣套装呢 它的整体上衣呢是这种常规的 然后比较宽松 上身比较胖的简单 都是可以去入的 然后我看一下整体上衣服 裙子的话呢后面是带一个开叉的 这灰色的话呢就不怎么挑的啊 学生导致上班族都是可以穿的 下部件呢我就配了一个一终鞋 非常百搭 搭配一个包包 这款包包也非常好 这款衣衣的话呢 咱们后期比较冷的时候呢 也可以搭配一个叠加一个无锈的马甲 或者羽绒马甲还穿 也是可以的啊 好 这件外套已经穿上身了 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我就配了一个针织这种吊带 这款针织吊带的质量非常好 搭配任何外套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做穿搭的啊 非常百搭 而且它穿上身非常柔软 看一下这款上衣外套 这款外套呢我觉得非常好看啊 它是个短款的设计 非常凉气 穿上身我觉得就是自带时髦感 还有自带高级感 然后下面呢咱们就配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西装扑装啊 不一定要从款的裤子 非常好看 这一套 之前有简单说 黑色裤子都要怎么打 就可以搭配一个这种外套穿啊 稍微天气凉一点的话 还是可以穿的 如果下后期的话 咱们也可以配个高领的那种 薄一点的打底衫子上面 叠穿也是不错的 搭配一个棕色的小包包啊 也非常好看 也挺高级感 这一套的话呢 不管是水晨档上来的 都是可以去穿的啊 也是在通勤的 去任何场合都是可以去穿的 小焦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 记得给小焦点赞鼓励一下哦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喜欢小焦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